接受民进党征召参选花莲区立委的张美慧 8月17号发表竞选标语 以团结挺台湾决定新花莲为口号 希望在2024大选中 能够在花莲开出亮丽的成绩单 接受民进党征召参选花莲区立委的张美慧 8月17号发表竞选标语 以团结挺台湾决定新花莲为口号 希望在2024大选中 能够在花莲开出亮丽成绩单 团结挺台湾决定新花莲 我们主要的一个诉求是说 这一次的选举 2024的总统跟立委选举 这攸关台湾未来的发展 以及花莲的一个未来的走向 团结挺台湾 我们一定要团结让花莲 让台湾往更好的方向前进 我们这一次希望所有的乡亲 能够用手中最神圣的一票 最关键的一票来决定我们的未来 那这一次美慧参选立委很重要 就是我们身为地方土生土长的从政人员 在体制内我们是有改革的责任 面对责任勇敢承担 同时张美慧也公布了竞选组织架构 2024总统赖清德 立委张美慧联合竞选总部 主任委员是赖昌海 副主任委员是江淑军 总干事林正丽 荣誉主委是卢伯基 介统会欢迎市报道